娱乐圈要说最热闹的当初时有17年 明星为了丰富网友的生活 提供了不少茶余饭后的坦词 满容出轨经纪人 王宝强力争孩子抚养权 直到现在都没个结果 我与第一人超级丹临丹深夜与粉丝缠绵酒店 最终浪子回头 陈思成从一名演员成功转型导演 合作王宝强唐人接探案收视飘红 地位上升也不甘寂寞 最后不仅得到妻子佟丽娅原谅 如今更适合拍夫妻到远大虔诚热影等等 闹剧一个接一个终于结束时 张亮颖成功接棒 在线中午好闺蜜爆料与粉科已经离婚 在好闺蜜爆料之前 关于张亮颖与粉科的离婚传言就从未断过 而从16年结婚以后 每次张亮颖的出现都是丑云惨淡 满脸回去不仅更加证实了闺蜜所言非虚 但是身为艺人不管有什么难言都得照常工作 现身某活动自出场就被网友看出了端迷 张亮颖一直强压泪水 紧紧 抿着嘴唇 奈何不管怎么忍都没忍住 随着活动时间的加长 张亮颖渐渐双眼通红 夜饭泪水 张亮颖只好拼拼丢手 假装整理发型 一点是心中的委屈 当被主持人问到陷入幸福 甜蜜的成为人妻小女人的张亮颖 关于爱情如何保鲜的问题时 张亮颖终于再也忍不住 痛哭失声 惹得当天到场的观众都侧目不已 张亮颖离花在先索正 关于张亮颖与冯科的这段恋情 也看成是现实版的小说 一个单红女艺人 一个经纪公司总裁 宛如大多年轻小说中的霸道总裁 爱上你一样 张亮颖主动发起了追求 爱上了这个大自己18岁 有家世的男人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不顾母亲的劝阻 朋友的豪言相劝 和粉丝的抵制态度 张亮颖以一个柔弱女生 感受了全部压力 在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上 没有视线通知冯科的情况下 宣布了恋情 当时上场的冯科这十一脸 的莫名其妙 面对张亮颖的求婚 冯科不仅没有回应 只说了几句官方话 旧气冲冲的下台 然后时隔不久 冯科却宣布两人即将结婚 婚后不久 当两人再次出现的时候 却没有像小说中 冲破一切枷锁幸福在一起的 王子与公主那样 让人感到幸福 结婚没多久的张亮颖就仿佛苍老了二十岁一样 脸色发白 双目无神 一脸的绸云 与至爱疯科 也全程几乎没有丝毫交友 各自玩着手机 形同陌路 曾经的海豚公主 变成了黑衣巫女 衣服黑超成为了张亮颖最喜欢的装饰品 脸色苍白 眉头紧锁 放大再看 两边的法令人伸入幽谷 这还是一个刚刚陷入甜蜜的那个海豚公主吗 脸上的他老不在掩饰 被网友吐槽 更像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让人看着心疼 任凭旁边的助理 如何制造话题去逗张亮颖 张亮颖都始终一脸愁容 私底下张 亮颖和他的助理关系 也甚至非常铁的 早些时候接受采访中的张亮颖 也直言不讳的透露到 由于自己势力不好的缘由 总是影响他戏进度 还好现在可回到了正常 感谢身边的他助理 给我拿的至真知 众所周知近视是不可逆的 小编是由900来赌道 抱着侥幸的心态在通宝搜到来时 一个月后去医院咽下光 就只剩下不到800了 或许是看出助理的煞费苦心 亮颖时不时强扯嘴角 做出一副微笑的样子 其实 离婚的传言并非独撰 早在结婚后不久 在张亮颖的个人演唱会现场 就有不少粉丝 发现了张亮颖 胳膊上大块的瘀青 被问到是否被家暴时 张亮颖开口否认 却一直插着眼角 委屈的泪水 让麦也一度认为 张亮颖婚后 遭受了不公的待遇 但是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 直到昨晚 直到昨晚 张亮颖的闺蜜 现身微博更加证实了 张亮颖已经与冯柯离婚 两人已经分居很久 没多久曾经的好友 同样是超女的上门节 在天一爆火 他那个急功近利的男朋友 确实配不上他 嚣张被利用了 今日 有张亮颖的邻居 为离婚传言在天时锤 邻居表示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 张亮颖冯柯夫妇 出现在住所了 冯柯更是把名下的 四辆豪车 全部开出二朝 现在 两人的住所只剩一个空壳 不管怎样 希望张亮颖能够越来越幸福 早遇回到当年的那个海豚公主